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美商杰斯在于奖金制度的一个培训 美商杰斯呢,它有一个全球连线无懈可击的一个收入 我们的奖金制度非常的简单,非常容易的了解 那更重要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符合人性的一个奖金制度一个设计 那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愿景呢 来选择自己想要赚取的一个收入 那美商杰斯呢,总共有六类,六种不同的一个收入 那我们把这六种呢,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呢,就是一次性的收入,也就是你努力一次赚取一次的一个收入 那第二类的持续性收入呢,也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富豪呢 所精通的一个持续性的收入,也就是当你在好好的努力一阵子呢 把这些基础的一个平台所设立好呢 你可以运用一个机制呢,让你不论在何时何处都可以赚取持续性的收入 那接下来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解收每一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区别 在于一次性的收入的部分就是消费奖金 那消费奖金大家都知道美商杰斯是会员制 所以一旦呢,你的朋友在你的网站以零售价来购买的时候呢 而你是以会员价来付出的时候呢 你就会赚取这个消费奖金的一个差额 那很简单的来讲,以美国的市场举例来说 一盒的百里卢存呢,里面有30小包 那我们的零售价在网上的价钱是134块9毛5 那我们的会员价是美金83块9毛5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赚取51块钱的一个零售利润 那这个就是消费奖金的部分 那之所以美商杰斯跟一般公司最大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营运呢 是不希望大家是挨家挨户去敲门,去贩卖产品 为什么呢?其实产品本身它有效 有效呢,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那真正我们希望大家所赚取的收入呢 不是放在这个零售的一个利润,这个消费奖金 我们希望大家把真正的精力花在这个长远 这个持续性收入的一个建设 但是在消费奖金的部分呢 对于某些的会员啊 如果他是开医生诊所或是开美容中心 那本来就在带领一些非常高档的高品质的产品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额外的收入 但是真正在美商杰斯成功的一个经销商呢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赚取消费奖金 因为呢,如果我们周遭好朋友愿意去试这个产品呢 我们去推广我们的经验 我们希望他是以成本价会员价来购买 但是呢,当他建立好的一个产品的口碑呢 他会帮我们带来一群的人脉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意现在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 这些传统生意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来加入美商杰斯 因为我们不在于强调赚取这个零售这个消费奖金的一个部分啊 这只是所有收入其中里面的一个小项 推广奖金啊 美商杰斯就是以一个电子商务的方式来做行销 我们不打广告 所以呢,一旦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推荐啊 加入我们的会员 而且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套装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给你一次性的推荐推广奖金 那我们全世界依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套装啊 那现在以这个举例来讲啊 在美国目前呢 我们有以下的一个套装 那如果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推荐加入这个 ambassador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套装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给你一次性的推荐奖金 就是250块钱 那你可以赚取多少推广奖金呢 当然是你推广越多经销商 你这个推广奖金是没有限制 你推荐的越多 你当然拿的是越多 那除了推荐奖金以外呢 我们的套装也会有点数 这个点数啊 也就是我们跟公司合伙做生意的最好的一个象征 因为这些点数将来呢 是帮助你累积分数 累积财富来换取持续性的一个收入啊 那很多朋友常常说到底什么样的套装是最好的呢 我通常会反问他啊 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消费者 其实好产品不怕你试啊 一个疗程在美商节是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是细胞淘汰老化的一个疗程啊 基本上你只要购买这个Supreme以上的套装呢 购两三个月的疗程呢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你所喜欢的 但是对于一些想做生意的朋友呢 我会直接勇敢的有信心的向你推荐 绝对要选择最大的一个这个Ambassador的一个套装哦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们做生意呢 手上一定要有货 当我在过去两年的经验啊 每当我跟朋友分享美商节是所有的产品 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哈 我们的高生物科技的一个功能 不是一般这些连高档的这个百货公司 或者是养生店呢 所能够复制的所能够购买到的产品 他们都非常的兴奋 想要立刻拿一套回家去试 所以当你手上货源够多呢 我会先借一套给我这个朋友试 等到他订到产品的时候呢 他可以再把它还来给我 因为呢 这就是做生意的一个一个流程 当你的流程快的 很快的一个运作呢 你当然生意推广的会非常的快 那另外一个原因啊 这绝对是一个复制的生意 如果今天呢 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做生意的一个生意者的话呢 你绝对会吸引一群做生意的朋友 因为他都会复制你的行为 所以当你找一群自从道合要做生意的朋友 一起来打这个市场呢 你的生意会拓展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稳固 这是在推广奖金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解说一下在于这个持续性的收入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叫他是累积消费积分奖 那每个人进来每商劫司呢 都能够建立两个双营运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基本上呢 当你跟朋友分享 那他们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这个生意这个营运区里面的 这个经销商就会越来越多 那当一边的营运区 不管是来自你认不认识的朋友 或者来自任何一个国家 当一边累积300分 一边累积600分的时候 不管哪一边 当有一个900分的一个消费积分单位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给你一个反例 就像一个积分的一个回馈 那这个积分回馈呢 一个单位是美金35块钱 那一开始呢 我会觉得这35块钱好像很少 但是呢 这35块钱有一个观念性的一个大革命 跟我们传统的认知不一样 因为呢 我们传统认为赚到35块钱 可能你要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跟你的朋友去公司上班打工 但是你今天赚到这个35块钱呢 很可能也基本上是绝大部分 也许是来自于你不认识的朋友 只要他在你以后加入这个经销商 来到你的营运区 不管你认不认识 不管他是来自哪个国家 你都能够领取他的积分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轻轻松松 当你的营运区扩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赚取返利 一个返利35块钱 如果一天有10次返利 就是美金350块钱 20次返利就是700块钱 这不是个小数字啊 能够赚取借利的一个收入呢 这绝对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收入 那我们的奖金制度呢 有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 那第一个特色呢 我们的奖金在这个营运区的部分呢 这个积分是无限延伸 也就是说 在你以后加进来的经销商 不管是第100个、第1000个 只要他在你以后加进来 营运区的朋友呢 你都可以接受他的分数 所以美商杰斯现在绝对有一个优势哦 因为我们的公司非常的轻 在两年多呢 已经拓展到七八十个国家 那在硬体软体呢 在产品跟赚钱的见证上都有 但是我们目前我们东公司 还不是家家户户都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商机 现在两年多 线也许很短 可是呢 在六个月 一年两年后呢 这个线是无限延伸 所以我们的生意是无限扩大的 那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 就是全球连线 不论分数来自哪一个国家 只要在你的营运区 你都能够共享 那因为这是无限延伸哦 所以公司会设一个满档 我们的奖金机制呢 我们是以美东的时间来计算 因为我们的总公司位于美东 那我们是每个礼拜一的凌晨 到礼拜天的晚上 所以呢 一个礼拜最多 你可以领取750次的返利 那754乘以美金35块钱 一个礼拜最多呢 你可以领取26250块钱 美金 不是每个月哦 是每个礼拜 这不是个小数字哦 那最棒的是呢 因为我们是电子商务 是全球连线 电子商务的互联网 是永不打羊 永不打羊 所以你一天24小时 都可以累积怎么样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个消费积分 所以这个生意哦 当你真正看懂 它借力的一个优势 以及它利用全球 美商协司全球的一个大平台呢 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小生意 如果你把它当成大企业来做 确实这是个大企业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持续性的收入 我叫它是网店管理奖金 当你推荐越多的经销商 当然你可以赚取越多的一个管理奖金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啊 我看到你这个产品在你身上的一个功效呢 那我来问问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用什么产品 那如果说呢 你推荐我来看你的网站 或者你推荐我来参加这个全球的网络会议 那我决定这是个生意 我要好好努力去做 那因为你的推荐啊 我来加入美商协司 我就是你第一级的经销商 那只要你本身已经推荐八个网店的时候呢 我所有赚到碰局的奖金的钱呢 你都可以拿我怎么样 我碰局我这个消费奖金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礼拜的消费积分奖金呢 这个累积积分奖金是美金一千块钱 你是我的推荐人 你有八个网店 你就可以拿百分之二十的分红 就是两百块钱 如果这个礼拜我赚到一万块美金 你就是拿到我两千块钱的这个管理奖金 所以这个生意呢 绝对是一个借力的生意 不是你多努力在做这个生意 也是你找什么样的伙伴给你做这个生意 那这个直推的网店呢 这个八个网店呢 不论哪一个套装或者有没有月购货 都算一个网店 所以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哦 那我是你的第一级经销商 那目前呢我很努力去做 如果说我推了五十个 我自己第一级的经销商 那我第一级的经销商就变成你 自动变成你的第二级 那他们所有的消费积分奖金呢 碰局奖金呢 当你有十二个网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自动领取他们的 百分之十五的管理奖金 所以依此类推 所以这个生意哦 绝对是个大的一个生意 你永远不知道谁是你的黑马 但是呢你这个生意很简单 你只要好好的使用产品 好好的跟大家推广这个经验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经销商 是可以让你退休的哦 好这就是网店管理奖金 另外呢我想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 在美商劫师呢有一个成功的一个阶梯哦 那你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那至于要花多少时间达到下一个阶梯呢 只有你自己来决定 这个第一层的阶梯以外呢 你可以达到第二层的一个成功阶梯 基本上呢在红包以上呢 就是真正成功的开始哦 你真的可以藏到永续收入 那我第一的解释 那第一件事呢 一旦加入美商劫师呢 如果你付了29块9毛5的会员费呢 你就是我们的会员 那我们的会员 基本上呢只能赚取零售的利润跟推荐奖金 你没有办法累积分数 没有办法拿这些持续性的这些消费积分奖金 或者是这个网店管理奖金 那基本上呢 我会建议大家哦 我是不鼓励 而且是非常反对呢 想要做生意的朋友呢 只花29块9毛5就加入这个会员 因为第一个原因 如果你要做一个生意 你自己一定要用这个产品 你用了产品以后 你喜欢它 你出去分享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当你加入会员的时候 你没有购买产品 你很难真正的从心底 来跟你周遭的朋友去分享 你这个用使用产品的一个经验 那第二个呢 我目前做美商节是两年以来 我没有看到一个会员 因为只付了29块9毛5 能在这个生意上做成功的 因为我觉得人的心里 当你没有用产品 你没有花钱去购买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不会把这个生意 当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意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复制的一个生意 我再次强调 当你用29块9毛5加入的时候呢 当你的朋友问你 你加入哪一个套装 其实他们都会去复制你 这样子其实不是一个正确 以及健康的一个生意 所以我非常不鼓励 甚至反对呢 大家呢为了做生意只加入一个会员 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还不如省下这29块9毛5 也是呢 要做生意的第一步呢 就是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那成为我们的经销商呢 不代表你要去推广这个生意 纯粹就是你想要呢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使用产品 还有将来可以有朋友跟你分享的时候呢 你可以赚取任何一个奖金的一个 其中的一些奖金的一个类别 那成为经销商 第一个动作 就是花美金29块9毛5的年费呢 加入我们的会员 那另外呢 你购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套装 基本上有100积分以上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赚取零售利润 推荐奖金 你也可以领取业绩的一个分数 那只要你每个月呢 都维持60个积分 也就是一个产品 像我们的精华录 或者百里卢存 不管你赚多少钱 每个月只要累积这个60积分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这个累积的业绩积分是永不归零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意的一个机会 完全呢 没有任何压力 压力只有自己给自己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 来做这个生意 下一个动作呢 我会建议你呢 赶快呢 左右各直推一个经销商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成为合格的一个经销商 一旦合格 你就可以领取我们所谓的碰局奖金 或者是消费积分奖金 还有我们的期待的领导奖金 那当然呢 你每个月 为了不让这个积分呢 能够归零 你要每个月维持同样的一个积分 60点一个月 下一个动作下一个阶梯呢 就是变成我们的翡翠经销商 当你一旦成为合格经销商 左右各一个朋友的时候呢 你只要再直推六位朋友 也就是总共直推八位经销商 那这八位经销商 不论他选择任何一个套装 或者有没有月购货 都算其中一位经销商 所以非常容易达成 那这八位经销商 为了让我们的双营运区 能够健康顺利的运作下去呢 我们一边至少要三位 也就是可以三五四四 来这样子做排列 那一旦你每个月 有累积积分60积分呢 你达到翡翠级呢 你就可以领取第一代的领导奖金 就是20% 那下一个阶梯呢 叫做珍珠经销商 也就是呢 当你达到翡翠的时候呢 你已经直推了八个朋友 你再多推四个朋友 也就是总共12位朋友 那这十位朋友 也是至少一边有三位 也就是可以394857或66 这样子来分别来排列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领取 你第一代的奖金20% 还有第二代奖金的15% 那当然呢 每个月当然要维持你的积分 这样子的话 你的分数是永不归零的 上一个阶梯 那上下一个阶梯呢 就是我们的蓝宝石经销商 那蓝宝石经销商 如果你做对的动作 也就是每推荐一个经销商 你都鼓励他立刻成为合格经销商的时候 当你直推有12位经销商 他们左右都有一位经销商都合格了 而且这12位一样是有39一边的排列 或者是485766的排列呢 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领取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奖金的部分 那我很鼓励大家 在这个蓝宝石的部分呢 以目前我们一本上呢 大家想做生意的朋友 在前三个月有去90天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蓝宝石的一个经销商 那我一直强调 其实在蓝宝石经销商之前呢 我们赚取的 我都说都是零投啊 零用钱 那真正在美商节是要享受这个 长久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收入呢 我非常鼓励大家 每个人都卖下 卖向下一个阶梯 那下一个阶梯 宝石总裁级的经销商 那要达到我们的红宝石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在你的直推的线上呢 都有一位蓝宝石 那这个直推的线上呢 不一定要全部一左一右 可以全部在你右边 全部在你左边 而且呢 这个直推线上的这个蓝宝石 不一定要是你的第一级经销商 可以是第二级 第三级 第五级 第十级 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直推线延伸出来的呢 有两个蓝宝石 都可以帮助你符合红宝石的资格 那另外一个资格呢 就是每个月至少要产生200次的反例 所以当你达到这两个条件 直推线上各完成一个蓝宝石 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每个月维持200个碰局 这个反例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可以达到红宝石的总裁的资格 所以在我们公司的红宝石呢 他们的基本收入 就是200块钱 乘以一个反例 35块钱 一个月 基本收入 光是从这个反例 这个部分呢 就是美金7000块钱起跳 那还没有包括算入其他的网店管理奖金 那当你达到红宝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领取四代的领导奖金 那大家都知道 第一代也许你直推40个朋友 第二代就是越来越多 第三代又更多 所以第四代的15% 其实累积起来 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 好 我们来上下一个阶梯 那下一个阶机呢 就是绿宝石 那绿宝石呢 基本上就是在你直推的线上呢 有至少四位 都成为一个蓝宝石 那每个月呢 都有产生500次的反例 那500次乘以美金35块钱呢 这就是你的基本的一个收入啊 那当你达到绿宝石的时候呢 你就是能够拿到五代的领导奖金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 第二代就是我们的钻石级了 那钻石级呢 就是你在直推的线上呢 有六个蓝宝石 那每个月呢 至少产生1000次的反例 那你就把1000次乘以美金35块钱 所以我们钻石级的经销商呢 起跳基本收入 就是美金一个月35000块钱 当然还不包括其他的管理奖金啊 其他的一些分红 那另外呢 以达到钻石级呢 你就可以领取六代的奖金 那除了达到钻石级呢 你还可以有机会加入 参加我们每一季的全球分红啊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解说 高阶级呢 就是我们的双钻石 Double Diamond的一个总裁 那达到要达到这个双钻石呢 第一个呢 你就是要直接推荐两个 钻石级的总裁 及经销商 那另外你每个月呢 至少有1500次的反例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完完全全可以领取 我们期待完整的网店管理奖金 那当然双钻呢 也能够参与我们公司的 每一季的全球分红 那另外呢 如果你非常棒 很喜欢跟朋友分享啊 公司会给你额外的网店管理奖金 那刚才我们提到呢 我们第一级的经销商的 网店管理奖金是20% 可是呢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五位客户啊 这五位客户可以是你同样的 直推第一级的经销商 每个月重复做月购户 那他们就成为你每个月的客户啊 这样子你就可以把第一级的 网店管理奖金增加成25% 那如果你每个月有十位客户的话呢 你第一级的经销商的网店管理奖金 可以增加到30%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你第一级的经销商 你每个月有十个客户 当我赚取一千块呢 你是拿我30% 是拿我300块 而不是我拿我200块钱 那如果我今天每个礼拜是一万块钱呢 公司会给你30% 就是三千块的一个分红啊 所以这是很棒的 尤其呢 当你有第一级呢 非常棒 非常优越的一些经销商 我鼓励你 你绝对要做到每个月十个客户 因为呢 你的网店管理奖金呢 是几乎增加50% 从20%的50%就是30% 这是个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另外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有一个全球分红 当你达到公司最高两个等级 钻石跟双钻级的时候呢 公司会把全球哦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 全球所有业绩的3%呢 保留起来呢 让你们达成这两个阶级的 这些总裁级的领袖呢 能够每一季去分发啊 那我们公司现在非常薪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有机会成为钻石跟双钻 来领取全球一个分红哦 其实我们这个生意 我们是独家的 年轻化抗衰老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的产品呢 绝对是消耗品 因为保养保健品就是消耗品 所以呢 大家一旦爱上这个产品 那我们在当中 已经听到很多见证 大家持续使用 当你来自全世界的消费积分 你都可以领取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消耗品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这个度假奖励旅游啊 那基本上呢 美商节是在过去两年呢 我们已经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啊 我们曾经到过拉斯维加斯 泰国 马来西亚 加勒比海 那还有夏威夷啊 那我觉得这最棒的这个度假旅游 除了就是机票跟旅馆五六星期的招待呢 都是公司全部来买单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就是 使你有机会呢 跟来自全世界 非常上进非常杰出的一个经销商呢 有几天的时间做交流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是人生啊 最棒的一个无价的一个功课 跟成功者来学习来交流 那这个度假旅游呢 一年呢 公司会举办两到三次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 除了赚取金钱呢 也赚取心灵上的一个一个度假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很高兴大家能够花近三十分钟的时间呢 来学习这个奖金制度 那我会建议大家啊 其实这个生意呢 基本上就是要你好好使用产品 好好的开口跟朋友分享 其实奖金制度哦 其实电脑比人脑怪 电脑比人脑快哦 我们的网路办公室呢 是一个透明化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设计 我们呢 每一分钟 每一秒 从哪里来的任何一块钱 一毛钱呢 都可以清清楚楚 在你的网路办公室来公布 所以呢 我会鼓励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刚加入美商杰斯的朋友 我会建议呢 你呢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来去研读这个奖金制度 因为呢 你好好的去推广 好好的呢 加入这个经销商 你的团队呢 会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带你 当你多放几个人进来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能够了解 实际的了解这奖金制度的一个运作哦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在前90天呢 基本上所要学的 不要把时间呢 花在研究产品 很久研究奖金制度 你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好好用产品 然后呢 邀请你的朋友 让专家来帮你 为你的朋友做解说 如果他们对产品 或者对奖金制度有任何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网站 在我们的说明会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哦 所以呢 前90天 我鼓励大家 你要做的动作 就是邀请朋友带入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如果你当地有说明会 基本上呢 就是邀请朋友到说明会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个礼拜 都有几次的这个全球网络招商会 只要你有这个电脑能够上网 基本上呢 你在全世界各地呢 都可以上美商杰斯生意的一个平台 所以呢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棒的DVD 像我们今天培训 就是以DVD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也有这个招商会 是以DVD的一个动作 一个工具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够善用这个工具 借力 你就可以在美商杰斯呢 轻轻松松的 把自己的生意的基础打稳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 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 绝对是要怎么样 来利用 来善用团队的一个工具 一个努力 所以我再一次的鼓励大家 多多参与系统上的一些工具呢 让你能够事半功倍 好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 美商杰斯奖金制度的培训